《英國王家海軍陸戰隊馬克·托騰》 准將向《太陽時報》透露 英國特種部隊即將集中精力 針對俄羅斯和中共執行一些新的秘密任務 托騰表示 英國王家海軍陸戰隊 將接管國家特種部隊的傳統兵種 包括特種空勤團 和特別舟艇部隊以便整合更多資源 專注於執行針對俄羅斯和中共 更困難和更複雜的高風險任務 托騰說 這樣需要真正的專業知識 所以我們將給他們更多的時間 和更多的工作人員來處理 我們可以做一些工作 今年3月 英國政府宣布計劃擴大期 在全球的軍事存在和參與 英國將組建一個擁有更多船隻 潛艇 水手 和未來突擊隊員的游騎兵團 能夠在高風險環境中謹慎行動 並可以在世界各地快速部署 目前 托騰領導著 這支由4,000名皇家海軍陸戰隊員 組成的未來突擊隊 他表示 未來突擊隊可以執行一些任務 例如海上反恐或聯合行動 這些任務是困難 涉及更大的風險 他們將與SAS和SBS 共同承擔這些風險 儘管如此 托騰的評論仍然被認為是罕見 這是英國軍方第一次公開承認 倫敦計劃部署英國特種部隊 並執行專門針對 俄羅斯和中共的秘密任務 對於英國的舉動 中共官方幾乎沒有任何回應 最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